裡面有一個for each for each意思是說 這個範圍你跟他講說for each sale in 在這個範圍裡面的所有儲存格 幫我一個一個的幫我搬出來 那他會幫你搬出來之後你就搬到他的指定的位置就好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基本上你就只要有一個 i的變數把i等於2從2第二開始for each sale in 這個range 然後搬一個 然後把i再加1再換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 全部OK了 這個是用VBA寫的 那 不過已經講了interact 還是要把它講完好了 OK這個待會再看好了 interact 那我們用interact來做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 你這個row 其實我是把剛剛的公式貼上去 把它加2就可以了 因為加1是從1開始 加2就從2開始 OK所以這一招還蠻好用的 你可以把它當成公式背起來 以後 很多地方改一下就好 如果你要重複幾個 就除以幾個就好了 OK 所以還蠻好用的 很多地方其實這樣改一下就OK了 那主要是這個地方 12341234 這邊 我本來是從哪個地方 本來從1234 Current這邊 把它複製一下 那放到這邊的話呢 如果要把它變成 這個 是變成什麼 DEFG的話 比如像這邊放過來 12341234 如果要DEFG的話 在那個chart函數 我們在雲端上面 我有放一個說明 這個 ASCII code 應該不陌生吧 就是如果你要產生D的話 它的ASCII code的位置是68 6977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 先剪下 插入一個chart函數 文字裡面的chart 然後呢 我就貼上它了 不過貼上它 它是從1開始 剪下 它是從1開始 所以呢 會有個問題 它是1 沒有東西 所以變成如果你要6 D的話呢 它是68 那變成它原來是1 所以你要再 加上多少呢 67 加 欸 有沒有 加1嘛 那就是68 加2 那就 就一直可以推 按確定 所以你會發現到DEFG 往下填滿 放開 就全部出來了 DEFG 那如果你要indurator的話 你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 一樣 再搬進來 所以 它合併起來也可以 或者說你 把這個 利用那個indurator的函數 把它用串的 先串一個 後面的話呢 再把這個 複製一下 搬到 這一串的 後面加個and的符號 那我講過了 反正and 它本來是一個D 那我and 這個進來之後 是2 它遇到and的符號 自動變成 由那個數字的2 變成 這個2 變過來之後遇到它了 就變成雙引號的2 然後再加上原來的D 就變D2 OK 大概概念有的話 打個勾 這個地方就 就過來了 不過它過來的東西 因為它原來是 日期格式 所以就麻煩了 你可能還要再把它格式一下 這個 這個又另外的 做法 我想自己再去想想看 格式 有什麼方法可以快速把它格式化嗎 就可能要想想 所以像這種東西 反而用VBA比較快 那VBA的話呢 OK 大概概念 那VBA的話我剛剛講就是 如果我要寫一個這個合併過來的話 其實只要一個 什麼呢 我插入一個什麼呢 一個sub 這個sub也許名稱叫合併為當然 那我講過 寫法其實非常簡單 I等於2 這個I等於為什麼等於2呢 指的就是你將來要合併到哪一個 的第幾列的意思 OK 列的部分 那我這邊敘述呢 就寫一個for each 應該可以理解啦 每一個嘛 for each each 這個sale呢 是我自己 就是自己定的一個變數 你叫c也可以啦 這個變數 指的就是說呢 for eachsale in range 你哪個range呢 第2到g9 OK 他會怎麼做呢 他會一個一個的幫你搬過來 先搬第1個 搬第1個之後呢 幫你先搬到哪裡 搬到sale裡面 所以 他會先把時間幫你搬到sale裡面 那你 搬到sale裡面之後 你要做什麼了 把它搬到 哪裡呢 第sale i列 i是2嘛 所以第2列 哪一欄 i欄 所以呢 我就把 怎麼呢 把這個資料 由 這邊呢 搬到這個地方 那接下來當然 把日期搬過來之後換下一個 所以呢 再來就是 下一個 流 洋 河 然後他會怎麼樣呢 也是一樣抓到之後 那我抓到之後呢 一樣丟到這邊來 那特別重要底下會有一個敘述喔 這個敘述剛剛也出現過 i等於i1加1 為什麼加1 因為我本來是2嘛 那我放在第2列 我要往下放 往下放 所以你必須把它加1 按NAS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跑完就OK 沒有問題 全部就跑完了 所以 我來試一下 Ctrl 去的向下 我重新來 把那個 細節 主行跑一次 給各位看 我按F8好了 i等於2嘛 應該可以理解 然後這個範圍裡面呢 他會先抓什麼 抓第一個 就是抓這個資料 放在Sale裡面 應該可以理解吧 先搬一個放進去 然後呢 這個東西 幫我搬到這邊來 OK 所以搬過去了 一個有沒有 然後這個時候 我要往下放 如果i沒有加 1的話 那變成下一個 又把它蓋過去 所以把它加了1 OK 加了1之後的話呢 再來呢 換下一個 那下一個他又抓什麼呢 他又抓到流氧 有沒有 然後呢 下一個 有沒有 就把它丟過去了 然後再把它加1 3 加1就是第4列 一直在1推 所以一個一個 往下跑 一個往下跑 有沒有發現 他就會全部把它執行 OK 這樣感覺好像 怎麼樣 應該可以看懂意思啦 城市 城市其實好像也比較簡短 一個for each 然後資料從這邊丟過來 只是i等於i加1而已 所以五行城市 蠻經典的 其實很多地方 以後喔 如果你要把這邊的資料搬到另外一邊去的話 就是用類似的方法 它可以快速的幫你把 橫向 不管橫向 或者不管是擠欄 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都可以利用類似的方式來搬移 OK 所以以後 有同學說 老師我想搬移大量知道怎麼搬 就是這樣搬就好了嘛 那如果說你要搬到另外一個工作表 頂多是說 你在儲存格前面多一個敘述 就是 搬到哪一個 SHITS 裡面去就好了 他也會幫你搬到另外一個 工作表裡面去了 OK喔 所以可以 置換工作表 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 合併為 單欄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OK 程式真的沒解 不過我在雲端上有多做一個邏輯判斷 這邏輯判斷是 好像也是格式上的問題 最後一個 合併為單欄 這個請各位 參考一下雲端好了